除了吴老二以外 还有两个老二名气特别大 今天咱们先讲讲关老二关羽 三观眼一里面把他吹得太扯了 其实是二分十八分讲 虽然有无数人吹捧魔外 但是谁捧他 谁就要谈上大事了 关羽是山西运城人 犯了重罪背着案子 跑到了刘备的老家卓州 遇到了当地的黑社会大哥 刘备的赏识 再加上张飞他们仨关系很好 总在一个抗上睡觉 形影不离 就是非常信任的概念 桃园三结义肯定是没有了 而且这里面关羽 他的年龄是最大的 按照排序的话 应该是关老大 刘老二和张老三 可刘备是社会大哥 虽然说比他小 他也得喊背哥 所以说就没有结拜 这事是瞎编的 然后温九斩花雄 假的 花雄是被孙坚杀的 另外什么千里走断旗 过我关斩六将 这更不存在了 无需解释 还有那个水淹七军 当时是正赶上连续的下大暴雨 就把庞德给淹了 这并不是关羽用的计谋 单刀附会 实际情况是关羽和鲁肃 两个人是摆好了兵阵就在两边 然后他俩就站在那前面 就在那会儿就谈 然后把鲁肃宿是一顿巴巴巴的 给那关羽当时都整的没电了 灰头涂脸的 你跟那个小时候里完全不一样 朱文丑 文丑呢 确实死的挺惨 他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 突袭曹操 结果被反杀 死于乱军之中 但这个事跟官丸没有一毛钱关系 不过吧 这些都是小问题 后边的才是重点 第一个 斩炎梁 这事很有意思 根据正史三国志里面记载 关羽呢 他是在远处就忘记了炎梁 他那个迷盖 那个大伞 一看 这肯定是老大 然后是飞马而入 冲进去 直接把炎梁给刺杀 他用的是那个毛 他不是用青龙炎味道 这大家都知道了 冲进去 直接就把炎梁给刺杀了 然后砍了脑袋回来 扎一看的话 这个难度很大的 那不是不是小说 这是正史啊 是吧 炎梁可是袁绍的台柱子 能这么轻松就将其干掉 是吧 所以呢 关羽他是一战成名 另外吧 还有很多资料也都证明 炎梁是关羽给杀的 那么似乎看起来 这事就彻底做实了 其实不然 我们一定要注意三国之里面写的那四个字 展旗手环 可能脑袋回来 陈寿你既然特意写了这个事 那咱们就来一个给力了 炎梁有墓 1987年被人给发现了 进去他的墓之后 你猜怎么着 炎梁的尸骨 竟然是巨权 有脑袋的 铁正如山呢 斩其手环 绝不存在 所以说嘛 正史也就那么回事 瞪着眼睛瞎边的时候多了去了 1987年就啥了 就发现了 也没有人特意来说这个事 整得好像 是不是给炎梁砍了 跟真事似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让大家心里说 对这个关羽美好的形象 给破灭了 对吧 早就发现了 有脑袋的 我们可以认定 炎梁是关于戴人的杀的 可以认定 但未必是他亲手所杀的 也没那么传奇 然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刮骨疗毒了 又是正史记载 关老二他是左胳膊中了一箭 后来吧 就是总发作 跟那个小说里差不多 然后他们军队里的医生 不是华佗 是军医给他提议 说要进行刮骨疗毒 同意之后吧 就整一个盆子 下面接血 然后嘎开了皮肉 就那样 然后一点点 咔咔往下刮 然后整个过程的关羽 是一边是割肉 拿着血刀 嘎一块那个猪肘吧 喝酒吃肉 还谈笑风生 无所谓的样子 那么就这种啊 这是外科大手术 你说不用麻醉药能挺住 这我是信的 但又说还能谈笑风生 啥感觉没有 这肯定是烦人类 那时候就有麻痹散了 所以说关羽这事啊 很有可能就是使用了麻醉技术 要么三国志特意不积载 要么呢 就是被人特意的给忽略了 都是为了体现官老二 他的厉害 是不是啊 然后咱们再说一个 关羽经常被人称赞的是什么呢 就是义气 为了大哥 什么金钱呢 权力啊 什么女人呢 都不能为之所动 事实呢 却让人大跌眼镜 关羽特别色 还是根据三国志的原文 以及其他史书都记载这个事了 就是那年 这个曹操和刘备一起 把吕布给围在了下坯 然后吕布呢 让他的手下叫秦一路 让这小子出去求救去 关羽之后 颠颠的就跑过来 就找老曹来 就跟他说 哎呀 事跟你商商商 等大勇了之后啊 你把秦一路 他的老婆给拨 好不好啊 曹哥一听 当机就同意了 可是咱就知道 老曹是什么人 是吧 我估计关羽 他也知道老曹是啥样的 他就怕这事 是吧 完了之后 你给你啥的 他提前就跟他说 你你答应我了 是不是 曹哥打应我了 可是破城之后呢 老曹赶紧就把那个女的 那女的叫杜氏 说快点的把他低着过来 我看一看 过去看 哎呀 这不错呀 收着 他就这么得给截骨了 那家把关羽给气了 你想想气成啥样 回头有一次 这个刘备关羽 还有曹操 他们一起出去打猎去 然后你想想打猎大家 那是近距离接触 是不是啊 然后这关羽呢 就跟那个刘备就提议 说咱们趁着现在旁边没什么人 离这么近突然出手 干掉曹操 结果呢 这刘备死活不干 刘备怎么干 你说你宰进了老曹的地盘 你把他杀了 那你俩肯定跑不了 是不是啊 然后就严谨没干 这关羽他就没得逞啊 他为这事一直愤愤不平啊 后来就这事他跟那个刘备 还发皮呢 当时我就说干掉他 怎么能的 你不听 怎么能的 他就要这么干 这真事 真实的历史 你以为关羽离开曹操 是为了他大哥的情谊 拉走吧 要是老曹当时把小都赏给他 那就不走了 对了 咱还得说那啥 三个人一里面写 那个关羽降曹是吧 提出了三个条件 刚往那块一做跟张聊提出来 根本就不是啊 人家实际情况就是曹操东城去啊 把刘备把刘备打的去投奔 元少去跑了 然后又老曹把他老婆就给逮住了 完了之后才进攻下批生情关羽是抓住的 也就是说这时候关羽被抓住之后 他是主动投降 提什么条件呢 你真以为曹操就缺你一个人呢 没你人就不混了 是不是啊 另外吧 咱再说关羽的人品 应该说呢 人品啊 性格这方面是很差的 你看他辱骂孙权 破坏了无数联盟 对吧 然后辱骂黄中 看不起马超 这破坏了同事关系 他在威胁刘备的小舅子 迷方 导致他败走卖城 然后丢了脑袋 对了 这个走卖城之前 他还派人去找那个孙权去 就要投降 虽然说这个事吧 算是诈详 但是也不怎么光彩啊 你 关羽你不是那个意义最大吗 用诈详这种方式 不光彩 除了刘备和张飞 就没有谁能让关羽看上眼的 就连诸葛亮 在他那块也是享受了嫉妒的待遇 没办法 玩着脑子 他肯定整不过亮哥 你嫉妒就不行了 我跟你讲 那么如此说来 关于些啥也不是吗 咱们前面说的吧 是不好的一面 他也有符合大家印象的一面 比如说外表长什么样 根据记载描述 就是美虚然 身高一米九十多呀 宝大又圆的 就电视里面的形象 其实差不多的 而且比那个形象高 你看电视里的那人才一米八十多 你真正一米九十大多 一米九五左右 身高特别高 他和真实的吕布 他俩身高是差不多的 吕布呢 是永贯三军 而关羽是什么 威震华夏 他的武力值非常高 甚至可能会超过吕布 两个人吧 都是底层的穷哈喇子出身 也全是靠武力打出来的 关羽他啥呀 他史书记载就是亡命奔卓卷 亡命只用这两字 那肯定就犯了个重罪 肯定是底层的人 要么就杀人了 犯思严之类的 是不是 就犯的是大罪的 他才跑那会儿去亡命去 然后关羽还有什么别的吗 不多了 所以说嘛 咱们开头就说 二分真实 八分虚假 到这里呢 肯定有人会想 说如果关羽真的不怎么样 那为啥后人极力的对他推崇啊 他也被称 被称之为什么五圣人关二爷 到处都拜了 千百年来是吧 有无数人在那会儿捧着那个泥巷 在那会儿磕头 磕头跪拜 这世界上有人说孔老二 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关老二呢 嘿嘿 别着急 后面咱们就会说一说 关老二到底是怎么成了五圣人的 而且那些极力推崇他的人 最终都是什么结局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